有同學問說 涅體老師如果擁有DeepFact技術 會拿來做什麼事情 就是最近新聞很大條的那個啊 網紅小玉啊 使用這個DeepFact AI換臉技術 去移植一些公眾人物 女性或者是男性的臉 移植到成人影片中 並且販賣牟利 那總統蔡英文就說這件事情很嚴重啊 真的有那麼嚴重嗎 總統蔡英文說 這件事情可能會造成假消息啊 就是如果你把一個人的臉 移植到另外一個人的臉 那說出一些他從來沒有說過的話 那這樣的話就可能會導致一些假消息啊 會造成人家誤會啊 我是覺得沒有那麼嚴重啦 如果這位同學還問說 涅體老師如果擁有這項技術的話 會做什麼事情 這種事情還好啦 頂多就是拿他的臉來 來拍攝一些影片啊 那說出一些話啊 或者是暢傳到YouTube啊